上一期我们说了1885年7月 张仁顿给朝廷上搜 计划在广东办铁场 也就是在同一年 张仁顿在广东成立了矿物局 过去一般都认为成立矿物局 标志着他事业的开端 这也是他的功绩之一 而实际上这个矿物局就是个摆设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矿物局有两个负责人 一个叫李锐 另一个叫彭茂谦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传统的读书人 不具备勘察采矿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他把勘察的工作 交给了广东水师提督方耀 方耀是个匠人也不专业 他一面找了个商人来负责勘察 一面又把工作交给了底下的知府 而知府又把工作交给了下面的限量 一层一层传达面语指示 到1886年1月3日 方耀给张仁顿报告 合园等地铁矿丰富 除了铁矿还有武疆 计划先试连一下 等成功了在商议开办 张仁顿得到这么一个情报 就下定决心购买设备了 有点儿戏 之后他就通过驻英大使刘瑞峰 和驻德大使黄疆 咨询买设备的具体事宜 他在广东指示 那两人在外国和厂家对接 到1889年4月9日 张仁顿同时致电刘瑞峰和黄疆 要报价 还有一件基础事 他发现还没有矿师 赶紧叫刘瑞峰聘请一个 还正找了一个 但是到9月份的时候 家里有事不来了 于是张仁顿又叫黄疆找矿师 双保险 刘瑞峰比较天化 就要干啥就干啥 而黄疆不一样 直接反驳张仁顿 针对矿师 黄疆说 欧洲上等的采矿工程师 待遇优厚 除非能保证长期的高回报 要不然人家不来 至于在广东开矿 黄疆直接反对 给张仁顿说的非常明白 广东的同矿和锡矿可以开 但是铁矿不能开 开矿设厂 需要大量的资金 还是要仔细筹划一下 从这个回复来说 广东的铁矿是含料 专业仍是相知肚明 但是张仁顿不懂 刘瑞峰也是知道的 他出生于李慧张的怀戏 跟李慧张混了这么多年 他难道不知道 需要些看上话业吗 他当然知道 那么他为什么不提醒张仁顿呢 很简单 因为刘瑞峰的工作到期了 朝廷的命令也下来了 计划接任广东巡抚 如此一来 他就成了张仁顿的下属 同城为官又是领导 不太好说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 张仁顿奉命掉了胡皇总督 买设备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最后还是从英国买单 整个过程下来 张仁顿根据下属的报告 说广东有矿 也没有核实 也无法核实 因为没有工程师 买设备 祝德大使反对 祝英大使给买单 这年冬天 11月 定金都付了 张仁顿熊问惠州支付 落实铁矿的位置 结果先生支付回复 Flyor并没有设立矿物局 前任支付也没有交代 各线也没有开场和答复 张仁顿估计都气死了 因为方药找的是商人 所以张仁顿得出一个结论 商人不靠谱 需要观办 张仁顿开矿 办厂的初衷和动机是好的 发展民族工业 但是他不专业 没有经验 办厂市场规律办事 老说一些大话 空话 比如他给总理丫谋报告 有这么一句话 中国的铁虽然不经 但是中国这么大 绝对不可能都不行 山西的铁不能炼 就炼广东的铁 广东的不行 就用福建 贵州 湖北 陕西的铁 这些地方都汤水用 其用地球之上 都装滑支铁 皆是器物 用今天的标准来说 一点都不实事求是 设备买了 位置落实不了 所以他一度计划 把铁厂放到山西 因为山西不汤水路 所以他又给祝德大使发电 提出了一个想法 把锅鲁切成五段 封段又输 到了场区再组装起来 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 锅鲁能切成五段吗 也不知道 祝德大使怎么给他回复的 但是最开始 他对朝廷上奏 说的非常专业 说明底下有能人 后来整个过程下来 又写的非常的不专业 所以我才说 非常矛盾 不理议